一辆白色SUV直冲过来,我一把推开气子梦云,自己被撞飞。 十年的舔狗生涯,就此结束。 一串金色字幕在我眼前飘过,看十分钟广告,领取重生机会一次。 加看十分钟,获得加急配送体验。 我激动的涕泪横流,怀着感恩的心看完了二十分钟枯燥乏味的广告。 然后,我重生在了一条满身血污的大黄狗身上。 前世做了十年舔狗,终于求人得人了吗? 我欲哭无泪,浑身剧痛,心里又委屈又不甘,痛苦地呻吟出声。 呀,这只狗怎么了?好可怜啊。 一声清甜的嗓音拂过耳边,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背脊。 好熟悉的声音。 我艰难地睁开被血迹和泪滋呼住的眼睛。 视线里是一张俏丽纯净的苹果脸, 阴粉色的唇瓣水润润的,两颊的小酒窝,呼现呼吟。 是表妹夜莺? 确切地说,是我的妻子孟云的表妹。 还活着,夜莺惊喜地瞪圆了眼睛, 不顾我的脏污,伸手把我轻轻抱起来。 快放下,脏! 旁边传来一声轻斥。 你不怕有传染病,我还怕呢。 听着这话,我眼里顿时流出浑浊的老泪, 转头定定地凝视着刚才说话的孟云。 即便知道,她厌恶的只是一只快死了的狗, 我却还是因为她对我的态度,心里难过到窒息。 云! 哥! 阿云! 呃,我不由自主地打起了阁儿。 抱着我的手臂并没有放松, 夜莺好奇地把脸凑到我眼前。 表姐,你看她,跟赵雷一样, 第一次见你,就激动地打阁呢。 孟云嫌弃地转动轮椅, 调转了方向, 别提那个名字隔音我。 我的心骤然向下坠落, 堕入无尽的深渊。 原来, 我付出了生命都没有得到孟云的一丝丝联系。 我看你不是铁石心肠, 是火山喷发出来的淡化彭心。 夜莺不满地回嘴, 又低头看了看我, 轻声叹息, 你的眼神真的有点像姐夫哦, 就给你取名叫雷子吧。 孟云似是不经意地转头瞄了一下我, 呼得震住了, 眼神闪烁几下, 迅疾低了头, 不许带她回家。 我马上带她去宠物医院, 把她治好, 清理干净, 再带回来。 夜, 莺把我放进B弯中, 紧走挤不到孟云身后, 单手推着轮一把手。 我记得我男朋友有一条类似的狗, 要是能救活, 就送给他。 七, 我看你就是一只小田狗。 孟云戏谑地说, 我劝你清醒点, 田狗没有好下场。 像赵雷一样, 孟云的神情一僵, 脸上晦暗不明, 跟你说了别再提那个死鬼。 夜莺把我抱到宠物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 泽泽, 谁这么狠? 打得内脏都破裂了, 真吓得去手。 医生连连摇头, 这狗的生命力好顽强, 伤成这样了还活着。 唉, 其实他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是我。 我暗暗地想着, 任凭医生给我救治。 经理, 消毒, 包扎。 内副外副的药物, 都给我用上了。 夜莺小心翼翼地, 把我抱回了家。 那是我为了和孟云结婚, 而买的婚房。 连排别墅区里的一栋三层小楼, 后面有一个花园, 栽满了孟云喜欢的蔷薇。 在门廊下, 给我安了一个小窝, 夜莺轻轻拍着我的脑袋。 你要快点好起来哦, 我们人类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你也一样。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雕花木门, 盼着孟云能出来看看我。 哪怕眼, 哪怕一句关切的话, 也足够温暖我冰冷的心脏。 优美的音乐声响起, 是夜莺, 得电话铃声, 张启, 我正想你呢, 你就来电话了, 我们算不算心有灵犀。 张启, 是我认识的那个张启吗? 我被她雀跃的语声吸引了视线, 此刻她脸上洋溢的是, 恋爱中的女人幸福的笑容吧。 我从来没有在孟云的脸上看到过, 哪怕是在和她的婚礼上。 那时候我, 自欺欺人地想, 或许是那场车祸, 使孟云置残, 她始终无法接受现状吧。 我羡慕又贪恋地望着夜莺的笑容, 企图在她脸上, 寻找孟云的影子。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 夜莺沉默了一会儿说, 嗯, 我表姐情绪好多了, 我知道你和姐夫是好哥们,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原来真的是我认识的张启。 张启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 她硕士毕业, 长相儒雅, 工作却一直不顺心。 后来她到我的工厂里应聘, 因着我的信任, 让她做了财务课长。 各方面不如她的我, 却创建了规模不小的服装厂, 不到十年时间, 发展到省内龙头企业, 她却成了我手下的打工人。 我曾经窃喜, 以为我比她幸运。 现在看来, 我还是比不过她。 夜莺把手机贴在耳边, 和对面的人叙叙说着情侣间的琐碎小事, 把我留在漆黑的夜色中。 吃饱喝足的我, 身上的疼痛没能阻碍我, 很快沉入梦乡。 梦境纷扰, 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猙獰面孔, 向我举起了鞭子, 梳蒂惊醒。 我的眼瞳在暗夜的寂静里, 闪着恐惧的幽光。 是张琪。 原来这只狗的原生, 是张琪养的一条叫大黄的金毛。 张琪说话做事, 总是和她的外表一样, 文质彬彬, 温文尔雅。 可我知道, 她其实不是这样的。 死前一个月, 我查出张琪盗用了公款, 她把账面做得很漂亮。 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还不会发现。 我请了专业人士, 花费了很长时间, 才查出真相。 以她盗用的金额, 足够送她进去三年以上。 但我不忍心做得太绝, 就私下跟她说, 把钱还回来, 然后辞职。 她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说自己是一时糊涂, 为了给未婚妻准备彩礼, 买婚房, 才动了不该有的念头。 我对此感同身受, 也同情她。 因为当年我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 暗恋天使般的梦云。 囊中羞涩, 使我更加卑微到了尘埃里。 原来她说的未婚妻, 竟然是表妹叶英。 她早点告诉我, 也许我会直接送给她。 可是梦中的张琪, 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还是惊住了我。 这是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要不是我脑中残存了金毛的记忆, 怎么会想到, 那张温和平静的轻峻面孔, 还能扭曲成魔鬼的形状。 可惜, 我现在口不能说人言, 该怎么样提醒叶英呢? 直到第三天的下午, 我才又一次见到梦云。 已是人间四月天, 草长英妃。 院子里那棵桃树上, 坠满了粉嫩嫩的花, 微风一过, 飘落的花瓣停留在梦云漆黑的头发上, 给了她最天然的装饰。 她连一个眼神也不曾给我, 眉头青错, 捏着手机迟疑了很久, 才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想见你。 她的语调, 让人一听就知道对方是非常熟人的人。 我脑中快速飞转, 猜测对面可能是谁。 直觉告诉我, 那个人和她的关系, 必定不一般。 我突然不敢再往身里想。 我不管, 我就是想见你。 可能是对方拒绝, 梦云固执的坚持中, 夹杂了一点有恃无恐的撒娇。 这几天晚上, 我一直做噩梦, 梦见那个死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说完她神经质地向我这边扫了一眼, 我捕捉到她眼神里的恐惧。 她在害怕什么? 她口中的死鬼, 指的是我吗? 对面的人可能安抚了她几句, 她的神情逐渐平静下来。 声, 阴里渗透着令人心颤的温情, 我真的很想你。 你来一趟吧, 不会, 有人看到的。 夜阴? 被她看到也没事, 就说, 你是赵雷的好朋友, 来看望我一下怎么了。 梦云说完这句, 就凝神倾听对方的话。 我的心里翻江倒海, 梦云有情人? 什么时候的事? 是谁? 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 我的好朋友? 脑中急速闪过无数人名, 可是哪一个, 我也无法把她对应的那张脸和梦云联系在一起。 我出去更不方便。 梦云有些恼怒的声音调高八度, 把我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她身上。 好, 我把夜阴指使出去。 可能最终对方做了让步, 梦云灿然地笑起来。 这个笑容我期盼已久, 此刻却如尖锐的针芒刺痛了我的眼睛。 梦云让夜阴出去帮她买东西, 我既忐忑又期待地紧盯着大门。 那个人到底是谁? 过了不久, 一道奇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夸张地戴着一副墨镜, 遮住了大半张脸。 她穿了一件深青色风衣, 风衣领子竖起, 很像电影里特务街头的场景。 可无论她遮挡得多么严实,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张气。 她一进门, 立刻反手扣上了门锁, 谨慎地四下张望。 随即把眼睛定在了角落里的我身上, 她凑近了几步, 摘下墨镜。 可能是近视的缘故, 她眯着眼盯着我几秒钟, 眸中闪过惊愕, 你没死。 我对她怒目而视, 喉咙里发出低沉的乌声。 要不是身上有伤, 我会立马扑过去咬她一口, 为金毛原身报仇, 也为了她此刻出现在这里。 房门开启的声音, 里面孟云柔声问, 你来了? 快点进来。 张气再度看了看我, 快步进了门。 我忍着疼痛挪过去, 在门关闭之前, 挤进了屋子。 梦云的目光, 全然灌注在张气身上, 根本没有关注我。 张气快步奔到轮椅前, 蹲在梦云面前, 眼神灼热地在她脸上军寻, 一副思念至极, 又担忧心疼的模样。 云, 让你受委屈了。 嗓音低哑, 似是带着压抑的深情。 她双手紧紧握住梦云的手, 我也想你, 非常的想, 做梦都是你。 这话让梦云历时破防, 泪水滑下脸颊, 哽咽地说, 又骗我。 你这张嘴, 哄死人不偿命。 要是想我, 怎么推三阻四的, 不肯来看我。 张气向前倾着身子, 把梦云抱进怀里, 手轻轻拍着梦云的后背安抚。 我这不是来了吗? 赵雷刚死, 我要是来得太情, 又是和你单独见面, 怕有人看到了, 说我们闲话。 我恨不得上去把张气巴拉开, 不要碰我的阿云, 你就是个胆小鬼, 他活着你都敢做, 死了, 又平白地怕什么。 梦云用小粉拳捶着张气, 难道你不想尽快和我结婚? 我的脑子嗡个一下, 像是要炸开了似的。 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还计划着结婚。 这么说, 他们早就盼着我死了。 小傻瓜, 我怎么会不想? 我做梦都想。 张气脸上挂着宠溺的笑, 抬手轻轻擦拭梦云的泪水, 做戏总要做全面不适。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我们以后有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可以在一起, 你不要急。 哼, 我怎么能不急? 梦云嫌弃地推了张气一把, 力道不大。 说实话, 我对你一直不放心。 当年因为那场车祸, 我双腿不能走路了, 你就立刻和我提了分手。 肯定是嫌我残了, 不想娶我了。 一时被塞进来的信息过多, 我的狗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 梦云在致残之前就认识张气, 还是恋人关系。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梦云的初恋是大学同学, 一度走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那时候的我, 自知没有任何希望, 只能躲在角落里, 默默地祝福她。 没想到, 梦云回家商量婚事的路上出了车祸, 然后又和男朋友分手。 那时候的我, 欣喜若狂。 为师上天怜悯我, 赐给了我靠近梦云的机会。 当然, 我没有坏心眼到对梦云的遭遇幸灾乐祸, 看到她遭受双重打击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心疼得巴不得自己替她残了。 可能是我的真诚, 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打动了梦云。 她出院后, 接受了我的求婚。 那时候的我, 幸福的直冒鼻涕泡。 为了给梦云最好的物质条件, 我没白没黑拼命地工作。 难道, 那个初恋就是张启? 如果是, 张启当年表现得那么无情无义, 为什么梦云又接受她了? 什么时候, 她们又勾搭在一起的? 难道是张启来我公司应聘的时候? 我那么相信她, 给了她最关键的岗位? 难道是引狼入室? 我不禁苦笑, 自以为一切竟在掌握中的我, 原来是如此愚蠢。 云, 我的宝贝, 你怎么还提这事? 我不是早就跟你解释过, 跟你请不罪了吗? 张启与其有些交集, 搬正了梦云的身子, 与她对视。 那会儿是我妈寻死命活地逼我和你分手的, 我没办法, 总不能看着我妈去死吧。 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在一起, 良心上也过不去不是吗? 那会是我们之间, 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坎儿。 所以我耐心等了几年, 我妈, 见我一直没有交女朋友, 着急了, 又加上我在的公司, 恰好倒闭了, 我才有了借口, 来这里找你。 没想到你却已经嫁给了赵雷, 哼, 到底是谁没良心, 把我早就忘光了, 嫁来个大款过衣食无忧的日子, 看我, 穷困潦倒也不管不问。 张气说着委屈起来, 一脸悲伤的神情。 孟云立时上前抚慰, 软声道, 我哪有不管你, 我看到你卑躬屈膝地求到赵雷面前, 又心疼又生气, 气你混得还不如赵雷好, 要不是我吹了枕头风? 你以为赵雷那么轻易, 就让你当财务科长? 当初孟云说什么来着? 哦, 对了, 他说, 毕竟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好哥们, 财务部门就该用自己最幸地过的人, 有他在, 你可以后顾无忧。 就是他这句话, 才打消了我心里的犹豫不决。 我知道, 我知道, 宝贝, 当初多亏了你, 我才在公司里留下来。 张气立即转称为喜, 轻易地啄了一下孟云的唇。 哇! 我在一旁看得眼睛充血, 愤怒地吼叫冲口而出。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孟云吓了一跳, 一瞥眼看到我, 眸中闪过脑幕。 这是我的大黄, 前几天跑了, 怎么到了你这里? 张气狐疑地审视着我。 是你的狗? 孟云惊讶地说, 前几天夜鹰在垃圾箱里捡来的, 浑身都是血。 我以为要死了, 没想到给救了过来。 是吗? 张气沉思着, 手指无意识地抹扎着下巴, 死了就死。 真是多此一举, 怪不得跟着你进来了, 原来是认出了主人。 孟云似是习惯了张气冰冷的语调, 并没有在意。 你带他回去吧, 放在这里看着就烦。 你猜夜鹰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 什么? 他叫他雷子。 张气狭长的眸子疏地一缩, 眼神怪异。 作为狗, 听觉异常灵敏, 我听到了夜鹰的脚步声远远传来。 突然, 我有些兴奋地期待他跨进门来的场景。 你表妹喜欢他, 就让他留在这里吧, 我也没心思管他。 张气从我的身上收回了视线, 重新面对孟云。 云, 两年的时间都忍耐下来了, 现在更不能乱了阵脚。 我们现在还是少见面, 有事电话联系, 我们可以语音视频。 孟云对于张气的安抚并不满意。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你给我一个雀线。 张气下垂的唇脚, 弯起一道愉悦的弧度。 其实这是我比你急, 半年后我们去领证。 门铃骤然响起, 外面传来夜音清脆的嗓音。 表姐, 你怎么锁门了? 张气的脸莫的拉长, 眼神飘忽闪烁, 夜音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孟云没有发现张气的异常, 若无其事地微笑道, 怕什么? 让他看见也没事。 你本来就是赵雷的朋友, 又是公司里的财务科长, 于公于私出现在这里, 都不奇怪。 孟云带着点不悦, 瞥了张气一眼。 调侃说, 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说你胆小如鼠合适, 还是做贼心虚合适呢? 张气拦住孟云去开门的动作, 与其黄疾, 我不想见到夜音。 孟云奇怪地看了看她, 面色不欲地垂了眼眸, 行吧, 你躲躲。 张气打开房门, 我急忙跟着出去, 汪汪对着院门叫唤, 闭嘴, 吵死了。 孟云推着轮椅过来呵斥我。 张气闪身躲在墙边的 一棵粗大的梧桐树后,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孟云望着大包小包提着东西的夜音, 有些懊恼。 遇到一个熟人, 他开车带我去买的, 又把我送回来了。 夜音完全没有注意到孟云的情绪, 兴高采烈地说, 我冲着梧桐树, 汪汪汪大叫。 夜音含笑朝着那个方向扫了一眼, 对我说, 你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 叫得这么起劲, 可见伤势好多了。 我心里那个急啊, 要不是身体有伤, 我早就去闲住张气的衣服, 把它脱出来了。 快进去吧, 再帮我洗澡。 孟云心虚地催促着夜音, 恶狠狠地偷眼瞪我。 夜音从善如流, 与孟云一起进了屋。 张气鬼鬼祟祟地出来, 向屋里张望几下, 又目露凶光朝我挥了挥拳头, 随后捏手捏脚地溜出了门去。 没能让夜音亲眼抓包张气, 计划失败。 但经过观察, 我肯定孟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张气这个该死的渣男, 竟敢脚踩两只船, 还是在两个表姐妹之间周旋。 我无法想象, 当孟云和夜音知道她的真面目后的情景, 我该怎么样拆穿她呢?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夜音推门出来抱起我。 走, 我们去上药, 再给你洗个脸。 我贪恋她怀中清甜的味道, 那么干净纯粹, 把脑袋靠在她的胸前。 孟云换了一套淡紫色的家居服, 吹风机温温清明, 屋子里充斥着一股清新的香气。 你又把那只狗带进屋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 它身上有细菌, 你骗不听。 孟云不满地唠叨着, 没有停下吹头发的动作。 夜音挤了软膏, 轻轻涂在我背上, 又倒了热水, 把毛巾浸湿, 给我擦拭眼角耳朵。 姐, 雷子很干净的, 我已经帮它消毒清理了。 夜音嘟着嘴不太高兴, 又不需要你照顾, 它伤得这么重, 多可怜啊。 孟云不屑地瞄了一眼夜音, 估计不想再继续争执, 就换了话题。 改天把你男朋友带来我瞧瞧, 交往有一年了吧。 说起男友, 夜音的名谋迅疾被点亮, 唇角温柔地弯起。 好啊, 改天让他来。 你见了他, 肯定会喜欢的, 他非常优秀。 夜音语气里掩饰不住的骄傲, 让孟云皱起了眉头。 你傻乎乎的, 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带过来, 我帮你长张眼。 我兴奋地浑身站立, 眼巴巴地看着夜音, 希望他立刻给张七打电话。 我猜想, 张七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拒绝的。 对了, 表姐, 今天开车送我的熟人, 是办理姐夫案子的交警。 她说肇事司机的判决快下来了, 估计会赔偿一百万。 孟云听后动作一致, 随即云淡风轻地说, 随便吧, 多少不重要。 夜音轻轻叹息一声, 怜悯地望了孟云一眼。 柔声说, 是啊, 多少钱也买不回姐夫的命。 表姐, 孟云默不作声, 那个司机也挺可怜的, 据说她才四十岁, 就患了胃癌晚期, 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娘, 和上初中的儿子。 老婆没有稳定的工作, 她拼命赚钱, 就是为了给家里多留一点, 没想到遇到这种事。 我心里堵得难受, 不禁暗骂, 觉得自己快死了, 就有理了。 把车开得那么快, 要不是我把孟云推开, 孟云早就香香玉蕴蕴了。 目光不由自主转向孟云, 虽然非常生气她背叛了我, 可我仍然不忍心, 让她经历两次车祸的痛苦。 我这个舔狗, 真是死性不改。 活该重生在狗身上。 孟云并不接夜莺的话, 可我却看到, 她悄悄落在夜莺身上的目光, 幽深冷冽。 我镇住了, 心底密密麻麻地泛起一层氢寒, 在暖融融的空气里, 打了一个喷嚏。 夜莺给我换完药, 又用一条崭心柔软的大毛巾, 把我包裹住, 送回廊下的小窝里。 雷子, 等你养好了伤, 我就给你找一个爱你的主人, 张启非常喜欢狗狗。 她说, 她养的那只狗已经八岁了。 可惜我没有见过, 改天带你一起去见见。 赶快好起来哦。 什么? 你要把我送给张启? 你确定是为我好, 不是害我。 我心里毛毛的, 金毛原生刻在骨子里的恐惧, 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不不, 我不要再回去。 她在外面表现得脾气温和, 却被地里把暴力的情绪发泄在狗狗身上。 叶英太年轻单纯, 她想不到, 往往外表越是温柔的人, 内心越是暴力。 所以很多被人交口称赞的好人, 都有家暴倾向。 这些隐藏在地底下的暗流, 只有他们的家人才能看到, 体会到。 人在外面受到的压力, 总要有一个宣泄口。 我眼泪汪汪地呜呜抗议, 叶英听不懂。 她笑着抚摸我的头, 低声和我说着悄悄话。 张启是我见过的最有涵养的人, 她真的非常珍惜我, 交往一年多了, 她从来没有提出过非分的要求, 甚至她的家我都没有去过。 和我以前认识的那些, 见面不到一个星期, 就要求住在一起的男生, 完全不同。 当然, 她也没有去过我家, 甚至没有见过我的家人。 叶英好看的眉头轻轻促起, 语调有点低沉, 不过她说, 她想让我彻底了解她。 我心里非常确定要嫁给她的时候, 她会郑重地去我家提亲。 还有, 她说, 为了给我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她现在必须拼命地赚钱。 叶英说着, 脸上泛起红韵, 硬得天边的晚霞都湿了颜色。 我深深叹了口气, 傻丫头。 我必须想办法戳穿张启的真实嘴脸, 不能再让叶英呈现下去。 又过了两天, 张启主动给孟云打来电话, 我赶紧竖起了耳朵。 叶英出去了, 家里没别的人, 孟云并没有刻意避开我。 给她二百万, 还堵不住她的嘴,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孟云怒气冲冲地问, 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张启又说了什么, 孟云脸上不满阴霾, 语气不善, 没想到要赔偿那么多。 我们出赔偿款就是, 可是她又狮子大开口, 增加到五百万什么意思? 赔偿? 她说的是那个肇事司机吗? 为什么要堵她的嘴? 她手里捏着张启, 还是孟云的把柄? 还是他们俩的? 我突然觉得有什么复杂又惊天的秘密, 似乎下一个瞬间就要被揭露出来。 而我, 本能地感觉到害怕, 狗脑袋又不够用了。 不可能。 孟云尖利的嗓音打断了对面张启的话。 你怎么能轻易就答应她? 她看你好难念, 过几天又会变本加厉。 随后是一阵沉默, 孟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凝神倾听。 只能这样了, 好半天孟云才又说话, 先给她二百万, 等案子判决结束了, 剩下的等她临死前再给。 挂断电话, 孟云一下子把手机摔在草坪上, 咬着牙根骂了一句, 该死的。 我诧异地看着她, 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 真的是我深爱了十年的天使吗? 在我的印象里, 她永远善良温柔, 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 似乎都能吓到她。 她对小动物充满了怜爱。 我记得第一次关注到她, 她穿了一袭雪白长裙, 弯着腰抚摸一只流浪猫, 一边温柔地和小猫鸣说话, 一边用买来的火腿肠喂她。 那个时刻, 她的全身仿佛照上了一层耀眼又圣洁的光芒, 让我看迷了眼。 即便在婚后, 她时常发脾气, 我也当她是对自己的遭遇, 始终无法释怀, 就更加联系她。 每次发完脾气, 她都会像一只小猫似的窝在我怀里, 带着浓重的鼻音说, 我就是欺自己什么都帮不了你, 还要给你添麻烦, 你工作够累了, 回家来还要照顾我, 我心里泛起的酸涩一点也不比她少。 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一辈子对她好。 等到我们白发苍苍, 我还会推着轮椅里的她一起晒太阳。 可是现在, 美梦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而眼前的她, 早已陌生的我快认不出来了。 我知道她嫁给我的时候并不是很爱我, 但至少是尊重我, 喜欢我的吧。 我相信通过漫长岁月的相伴相守, 她终会被打动, 终会把我放进心里。 没想到她背地里又和她的初恋男友勾搭在一起, 还有了结婚计划。 他们还干了什么? 心里一斗顿生, 寒毛根根树立。 看什么看, 梦云对我横眉怒目, 再看把你杀了吃狗肉。 我哆嗦了一下, 转开了目光。 表姐, 你又冲着雷子吼什么? 叶英从外面走进来, 手里提着塑料袋, 鲜绿的菜叶冒出头来。 听人说, 狗狗八岁就通人性, 雷子不知道几岁了, 她可能会听懂你的话哦。 梦云脸色疏地一变, 心虚地去着我。 我和她对视了几秒钟, 她转, 头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给我看看? 叶英脸上一红, 聂如说, 跟她说了, 她说, 现在家里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 她过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等过段时间吧。 嗯, 随便。 梦云转动轮椅回屋子, 叶英跟上去说, 表姐, 我男朋友其实和姐夫是好哥们, 她现在心里也不好受。 是吗? 梦云微顿一下, 却没有在意。 那个死鬼好哥们一大堆, 我不认识, 大门关闭, 院子里寂静下来, 远处隐约有汽车的鸣笛声, 车祸难道不是意外? 我的死不是偶然? 脑袋里像是废开的年舟, 混混顿顿。 就在我内心沸腾翻滚的时候, 大门咔哒一声, 又被打开。 叶英提着一袋像是垃圾的东西出来, 放到了院门口, 干嘛要扔掉呢? 留着做个纪念不好吗? 她轻声低语, 也许是看到这些更难过吧, 眼不见心静。 她黯然的神情,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那带垃圾是什么? 我缓缓挪动身体, 凑到垃圾袋前面, 用牙齿咬开。 赫然全是我的东西。 有刮胡刀, 打火机, 男士洗发水, 领带, 其中缠成一团的领带中, 还夹着一部黑色的手机。 正是我生前使用的手机。 我用嘴把它叼出来, 回到小窝里, 伸出爪子, 压在电源键上。 可惜早就没电了, 无法开机。 我把它藏在最里面, 用毛巾盖住。 当务之急, 是尽快养好身体, 否则什么也做不了。 张启再也没有来过。 每当梦云在院子里和她通电话的时候, 我都竖起耳朵仔细地听, 生怕错过任何一点信息。 他们除了腻腻歪歪的调情, 说的最多的, 就是关于那个肇事司机。 我越听越是心惊, 脑海里隐约勾勒出了车祸的真相。 我真的是被他们谋杀的。 张启买通了得绝症的司机, 让他撞死我, 然后拿到二百万酬劳留给家人。 这笔钱, 他拼命干几十年也赚不到。 后来他了解到我的真实身份, 觉得二百万太少, 又要挟张启加马。 我眯起眼睛, 仔细回想车祸时候的情景。 那天, 孟云闹着要去逛商场。 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陪他。 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他情绪非常烦躁。 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要跟我较劲。 我总是一笑了之, 什么都顺着他。 可是他更加暴跳如雷, 骂我是让他恶心的软体动物, 没有主, 剑, 思想匮乏, 一点也不像的男人。 我们俩当时在马路边上, 我心底压抑的火山蠢蠢欲动。 这时候那辆SUV突然朝我们冲过来, 我本能地推开了孟云, 有一次孟云和张启通电话。 他说, 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冒险? 我太了解他的舔狗本性了, 笃定他不会让我受到伤害。 哈哈, 我恨得牙齿咬碎, 瞳孔里几乎喷出火来。 原来他们两年前就旧情复燃了, 即使张启刚来公司不久, 促使他们起了杀心的导火索, 就是我发现张启盗用公款。 他炒股赔了太多, 根本没钱填补窟窿, 就来跟孟云借钱。 孟云阴狠地问, 你想和我继续做贼式的, 做地下情人, 还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张启眸子一亮, 你是说, 让我代替赵雷的位置? 于是他们, 精心策划了一场车祸。 那个自作多情的蠢货, 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还得把拼命赚来的钱, 供我们享受。 孟云霄的脸上肌肉扭曲, 恍惚间, 他和张启, 竟然是惊人的相似。 我用生命守护的爱人, 对我不仅没有一丝爱意, 哪怕一点点怜悯也没有。 他在取笑我, 我的身体, 在灼热的阳光下, 速速发抖。 你干嘛? 孟云末地紧盯, 助我, 眼中闪过厌恶, 再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打死你。 说着四处张望, 寻找衬手的凶器, 我强压住滔天的仇恨, 别过了脑袋, 我要报仇! 叶音过来, 给我送晚饭的时候, 我脑袋昏沉, 还是没有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照例温柔地摸了摸我的狗毛, 雷子, 等你完全好了, 我带你出去玩哦。 望着他纤细的背影, 我按下决心, 只要有我一口气在, 我不会让叶音受到张启的伤害。 隔了几天, 我行动上已经比较灵活了, 叼着手机尾随叶音进了屋子, 偷了他的数据线, 在一个不起眼的电源位置, 给手机充满了电。 开机, 滑了一下通讯路, 还好都没有给我删除, 又点了下那个绿泡泡, 成功登陆! 我欣喜若狂, 仿佛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小心谨慎地把手机叼回了小窝里, 我静静地趴着, 养伤, 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最优秀的猎人, 总是最善于折服。 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 张启再次登门, 这次他的神情不再鬼鬼祟祟, 不过还是避开, 为叶音在家的时间。 云, 你还要让叶音在这里住多久? 他不耐烦地说, 嘴上叼了一根烟, 慢吞吞地吐出一个烟圈。 你要是觉得害怕, 我来陪你。 说着, 露出一个猥琐的笑。 你说话算话。 孟云给了他一个白眼, 叶音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总不能再让他住宿舍, 毕业后, 他就回老家了。 对了, 叶音交了一个男朋友, 说不定会在这边安家。 张启神情一须, 藏在镜片后的毛子, 闪过意味不明的暗芒。 多过去两个月了, 你不需要再避着人。 难道我还要, 给那个死鬼手一辈子刮不成? 梦云的语气尖锐刻薄。 我偷偷回窝里打开手机, 找到叶音的绿泡泡, 发了个信息。 不到十分钟, 叶音出现在门口。 我直立起后腿, 扒开了门锁。 叶音进来得无声无息。 当他透过二楼未关紧的门缝, 看到那两具交缠在一起的身体, 他下意识捂住了嘴巴,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清澈的毛子里, 迅速蒙上了一层水屋。 他一步步后退, 后腰被栏杆挡住, 速掉落。 随后, 转身疯狂地跑下了楼梯, 冲出了大门。 没有出现我预想中的当场桌奸, 当面对峙, 我有点失望。 但是也心疼叶音的性格, 太内敛柔弱。 当他发现了被辜负和背叛的真相, 只会偷偷地躲起来伤心流泪, 却不会冲上去, 揪着渣男的领子甩他两个耳光。 我不禁自责, 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想着, 我紧紧追着叶音出了门。 他跑得很快, 我追得张着大口呼呼喘气。 跑累了, 他在路边一个石阶上坐下, 把脸埋在膝盖间, 发出压抑又心碎的哭声。 我蹲坐在他面前, 把爪子附在他肩膀上, 等了很久, 他才停止了哭泣, 抬起一双不满血丝的泪眼。 雷子, 你怎么跟着出来了?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你肯定是担心我, 不放心才跟着来的, 是吧? 谢谢你。 他抽叶了一下, 从随身背着的书包里, 摸出纸巾, 擦了擦脸, 醒了醒鼻子, 情绪平复了一些。 雷子, 你知道吗? 今天我遭遇了多么可怕残酷的事情, 我一心一意交往的男朋友, 竟然劈腿了, 劈腿的对象, 还是我的表姐。 她的声音里, 带着浓重的鼻音, 她是我交的第一个男朋友, 我以为自己很幸运, 会和她顺利地走进婚姻, 然后生儿育女, 一辈子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 闺蜜跟我说, 男人不可靠, 我还不相信, 因为我看到的, 我的表姐夫, 就是一个长情专一的男人。 我一度以为, 张琪也是和表姐夫一样的。 我跟闺蜜炫耀说, 我和表姐选男人的眼光超好, 不会遇到渣男的。 可是, 可是, 呜呜, 她说着又呜呜叶出声。 我只能用汪汪两声, 来回应安慰她。 为什么?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的? 叶英突然恢复了思考能力, 拿出手机, 翻看我给她发的那条信息。 啊, 当她看到我的名字时, 惊恐地大叫一声, 怎么会是表姐夫? 她, 她不是死了吗? 她害怕地直摇头, 退出页面又再次打开。 如此反复几次, 确定那条信息的确是死去的, 我给她发来的, 更加惊惧万分。 她惊恐地四下张望, 随即一把抱住了我。 雷子,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收到死去姐夫的信息? 我伸出舌头舔她的手, 让她不要害怕。 因为我和梦云的WX名只有一字之差, 夜音匆忙间没有看清, 以为是梦云。 或许是什么人把姐夫的手机拿走了, 发现了张启和表姐的事, 才故意把我引回家的。 她望着我不确定地说, 我汪汪两声表示认可。 好吧, 应该是这样。 夜音经过刚才的惊吓, 悲伤情绪消退, 乐不守, 我得问问张启,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呼的眼眸中闪过震惊和恐惧, 用机不可闻的声音, 念如道, 姐夫知道吗? 接通了张启的电话, 夜音和她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张启到得很快, 因为我的缘故, 夜音和她约在公园里。 音音, 让你久等了。 张启是跑过来的, 有点气喘, 神情显得很急切。 我本来想约你吃晚饭, 你就提前打电话了。 夜音没有迎合她的热情, 冷着声音说, 你和我表姐到底怎么回事? 张启的笑, 一下子将在脸上, 镜片后面的毛子闪过诧异, 但很快冷静下来。 音音, 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 她这么爽快地承认, 让我着实吃惊, 我以为她会狡辩一番。 夜音望着她的眼神, 充满了痛苦和失望。 你觉得, 在我们姐妹之间来回欺骗, 游刃有余, 不会穿帮式吗? 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张启满脸歉意和愧疚, 低着头, 音调低沉暗雅。 我和孟云是大学同学, 我们交往四年。 她出车祸后, 我妈逼着我和她分手。 等我摆脱了我妈的控制, 回来找她的时候, 她已经结婚了, 而且生活得很幸福。 所以, 我决定不打扰她的生活, 没有和她联系。 然后我遇到了你, 并且无法自拔地爱上了。 你, 说完, 张启用热气的眼神看着夜莺, 我心里冷笑, 真是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巧嘴。 用不容置疑的诚恳态度和语气, 说出半真半假的话来, 但凡看不清她的真面目, 就会被她迷惑。 幸好夜莺亲眼看到的场景足够劲爆, 足够摧毁她对她仅存的幻觉。 你还撒谎? 夜莺立声打断她, 我下午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你们, 张启脸色刷地煞白, 明白夜莺看到了什么, 语无伦次的辩解。 不是的。 你看到的不是, 那是, 我, 我去看望她。 你知道的, 我和赵雷是哥们。 我, 我只是, 单纯地去看望她, 她勾引我。 对, 她勾引我。 我一时没有把持住, 连我这只狗, 都要鄙视她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姐夫, 知道吗? 夜莺的背齿, 轻咬下唇, 眸光跳跃, 显出内心的不安。 张启慌乱极切的辩解, 就只是最近几天的事, 可能是梦云情感上的缺失, 才使她对我产生了依赖。 赵雷不知道。 真的? 夜莺你相信我? 你, 还爱着我表姐? 此时的夜莺情绪神奇般地冷静下来。 张启隐在惊天后的眼珠咕噜噜急速飞转。 沉默的那段时间, 她在权衡利弊。 最终, 四世下了很大决心般。 她说, 莺莺,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女孩, 在我心里, 你是第一位的, 是我最爱的女孩。 我知道下一秒她会说, 但是两个字, 她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她刚遭受了丧腹之痛, 她好像是把我当作情感上的救命稻草了。 你能不能暂时不要告诉她我们的关系, 等她自己走出来, 她会明白的。 到时候, 我会回到你身边。 她说的情真意切, 理所当然地要求夜莺容忍她的奸情, 还要继续等她。 得有多厚颜无耻,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夜莺恋如死灰, 嘴唇哆嗦着, 过了很长时间才说, 我不会告诉表姐的。 但是, 我们分手了。 张奇企图再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愤怒地朝她狂叫。 夜莺对我说, 雷子, 我听表姐说, 张奇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现在你自己选择, 是跟我走, 还是跟她走。 我迟疑了, 我真的不舍得离开夜莺。 可是, 我要报仇。 于是, 我跟在了张奇身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因为, 我怕回头看到夜莺失望伤心的眼睛, 会改变主意。 张奇住在一套十四层的公寓里, 他把我带进屋子, 反手锁了, 门, 眼眸幽黑地盯了我五秒钟, 唇角勾起一道冰冷残忍的笑。 舔狗真是又蠢又笨, 和赵雷一样。 他直起腰点了一根烟, 打火机的火苗, 瞬间照亮他脸上纵横交错的英狠线条。 你继续叫雷子吧, 这名跟你很配。 随后, 是一阵令人鸡皮疙瘩皱起的节节怪笑。 我装作乖巧地蹲坐在角落里, 捶下眼皮掩饰内心的滔天怒火。 他不再理我, 自古钻进了卧室。 在门将要扣紧的瞬间, 我用爪子挡了一下, 留下一道缝。 张奇叼着烟, 在屋子里困兽般地转了几圈, 拧着眉思索了片刻。 呼地想起什么, 打开电脑, 鼠标急速地点了几下, 屏幕上出现了红绿相间的蜡烛图。 M.B. 拳头砰的一声垂在桌面上, 真是晦气, 又跌了。 他烦躁地啪一声扣上电脑, 镜片后的眼珠转了几下, 摸出手机, 调整了一下表情, 点了按键。 云, 宝贝, 我又想你了怎么办? 嗓子压低捏紧, 听起来有种诡异的甜蜜, 从离开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停地想你。 你说得对, 我们领证吧, 我再也承受不了身边没有你的日子了。 孟云在说话, 张启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眸中闪过脚狭。 我感到很诧异, 他怎么突然急着领证啊? 是怕夜阴忍不住拆穿他? 要是孟云知道真相, 不再。 见他, 他就不能利用孟云, 享受我创立下来的基业了。 今晚的变故让他产生了危机感, 投资账户的缩水也让他急不可耐了。 我们偷偷领证, 先不要告诉别人, 张启放柔了阴调, 毕竟那只田狗死了还不到三个月, 要是让人知道了, 肯定会怀疑我们早有勾结, 说不定会让有心人把他的死怀疑到我们头上, 那就得不偿失了。 嗯嗯, 张启赞叹地点着头, 你想得真周到,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明天早上? 宝贝, 越快越好, 否则我怕时间久了, 你又像上次那样不要我了, 领了证我才有安全感吗? 说着, 张启的肩膀抖了两下, 脸上的纵横线条有点错位。 这是我见过的史上最恐怖撒娇。 挂断电话, 张启的神情疏地冷硬, 黑黑奸笑两声。 第二天一大早, 张启洗漱后, 穿了一身鼻挺的藏蓝色西装, 喷了发胶定型头发, 提着公文包出了门。 我趁他不注意, 抢先溜了出来, 疯狂地在路上飞奔。 跑了很长时间, 来到一棵樱花树下, 刨了几爪子, 挖出我的手机, 按了开机。 找到孟云的WX, 输入, 我刚死你就要和别的男人领证。 你对得起我吗? 你赔我的命来。 我在脑海里, 想象孟云看到这条信息后的反应, 是尖声大叫, 还是歇斯底里的哭。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阻止他们领证, 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害死我的凶手, 用我赚到的钱享受人生。 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到了民政局, 这边距离我家不远, 索性跑到院门口等着。 叶英还住在这里吗? 还是又搬回了学校。 想起那个天真善良的女孩, 我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仿佛看到了过去的我, 希望她能早日忘掉渣男, 遇到真正的良人。 我买的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圆圆驶过来, 靠近后放慢了速度, 院门打开, 车子缓缓开进去。 我尾随其后, 张琪首先从驾驶位上下来, 打开副驾, 把浑身颤抖, 哭得脸上花里胡哨的孟云, 抱下了车。 怎么办? 赵雷来找我们索命了。 孟云沙哑着嗓音, 眼珠惊恐地四处张望, 他来了, 他就在我们身后。 张琪胳膊一软, 差点把孟云扔到地上, 他心虚地向后扫了一眼, 怒气冲冲地低吼, 闭嘴。 不要胡说八道, 哪有鬼魂? 世上根本不存在鬼魂。 他气喘吁吁地, 把孟云扔到沙发上。 孟云迅急蜷缩起身子, 瑟瑟抖着,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张琪, 立声问, 他发短信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去灵证? 我谁也没说。 你告诉谁了? 张琪脸色更黑了, 还甚至一层阴惨惨的灰白。 他摸出烟盒, 抽了一支点燃, 然后狠狠吸了一大口。 他的脸隐在烟雾里, 晦暗不明, 别怕。 肯定是有人察觉到了, 故意吓唬我们的。 我心里冷笑, 他倒算是理智的, 就看你能冷静到什么时候。 谁? 是谁? 孟云眼珠慌乱地转动, 脸上毫无血色, 怎么会? 什么时候发现的? 张琪快速地抽着烟, 在地面上夺来夺去。 难道又是那个该死的司机? 不是给他钱了吗? 孟云听到这里, 脸上的惊恐转换成了怒气, 是不是因为最后的三百万? 很有可能。 MD, 竟敢吓唬我们? 我让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张琪阴瑟瑟的表情, 使他原本儒雅的长相变得猙獰。 不要。 孟云急切地阻止, 他都快死了, 小心他狗急跳墙。 还是赶快把钱给他吧, 免得他又出妖蛾子。 张琪不甘心地哼哼了两声, 刚要点头, 扑地想起什么。 他怎么知道我们去领证的?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是啊。 孟云又惊慌地瞪大了眼睛。 张琪在手中前后翻转审视字, 挤得手机。 难道被他安装了窃听器? 赵雷的手机呢? 他犀利的眼神透着冷芒。 孟云的眸光骤然一亮。 垃圾。 我把他连通别的东西, 都扔进垃圾箱了。 你扔的? 张琪表示怀疑。 是叶英, 孟云似是想到了什么? 瞳孔放大。 张琪欲言又止地看了看孟云。 叶英,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他现在去哪儿了? 他没说什么啊? 对了。 孟云猝紧眉头, 若有所思, 昨晚他回来, 好像心情不好。 跟我说, 今天要搬回学校主。 我还觉得奇怪呢, 怎么住得好好的, 突然要搬走。 打算今天问问他, 忙着去领证就忘了。 张琪的神色明显松弛了很多, 脸上阴晴不定。 安抚了孟云一会儿, 张琪把他抱进二楼卧室, 就急匆匆往外走。 我尾随在他身后。 刚打开院门, 与叶英迎面撞见。 叶英明显吃了一惊, 脸色顺息苍白。 他抿着唇垂下眼帘, 看样子, 没打算和张琪打招呼。 张琪却挡在了他面前。 叶英, 我, 我来找你。 哼, 真会睁眼说瞎话。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叶英想绕开张琪, 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叶英, 你听我说。 张琪任凭他如何挣扎, 也不肯松手, 眼神恳切, 我一夜没睡。 想了很多, 觉得我们不能就这么分手。 我舍不得你。 叶英诧异的眼神在他脸上群寻, 一副完全不相信的神态。 张琪不免甘大地咳了一声, 但他并没有让开。 而是厚着脸皮继续说道,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赵雷的手机在你这里吗? 叶英愣了一下, 说, 我没看到。 张琪狐疑地审视着他, 给我吧, 手机里有些公司里的资料。 我猜想他误会了叶英那一瞬间的愣神, 以为是他心虚的表现。 我说了没看到, 叶英冷冷地说完就走。 张琪伸手去拽他的书包, 叶英不想给他, 拉扯间, 一个粉红壳的手机滑落下来。 我急忙跑过去, 叼起来躲在梧桐树后, 爪子迅速地滑开, 我看过叶英的开屏密码, 点了录音按钮, 期待地养着脑袋看他们。 张琪的力气很大, 抓到书包在里面翻找了几下, 叶英修脑地满脸通红, 哭着骂, 张琪你个混蛋。 张琪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脸上变换了数个表情, 开始软声哄叶英。 音音, 你不要哭, 你哭得我的心都碎了。 我呕的一声差点吐了, 可惜, 从昨晚到现在没吃东西, 胃里空空的。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想想,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瘸子, 更不可能和他结婚。 张琪就差指天发誓了, 他背叛过我一次, 就会背叛无数次。 叶英像看陌生人似的,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你听我说, 我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张琪露出一副痛心疾手的表情, 我为了给你买一套像梦云家那样的别墅, 做了投资, 可惜不走运亏了钱, 就挪用了公款。 他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所以才要先稳住梦云, 让他不要揭穿我。 叶英, 你要是拿着赵雷的手机, 就赶快给我, 我需要里面的资料。 只要补上窟窿, 我立马和梦云说清楚, 然后等你一毕业, 我们就结婚。 叶英神情彻底冰冷下来, 我真的没拿。 你扔得垃圾对吗? 张琪不死心地追问, 你记得手机扔到哪里了吗? 叶英不耐烦地说, 也没看到什么手机。 张琪望着叶英的背影, 眯了眯眼睛。 我趁着叶英发现手机丢了之前, 把音频发到了自己手机上, 然后删除。 把手机调到院子中醒目的位置, 就离开了。 回到张琪那边, 见到他盯着叶英的照片看了很久。 直觉上, 我觉得他又在憋什么坏心思。 他拨通了梦云的电话, 云, 给叶英买个人身保险吧。 我悚然一惊, 他想要害叶英。 为了让他相信, 你也买一份。 张琪沉着声音说, 你们彼此为受益人。 他听着对面说话, 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肯定是他拿了手机, 别怕, 不要让他看出来。 你别管了, 交给我。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他们又把魔爪伸向了那个无辜的姑娘。 他们以为叶英拿了赵雷的手机吓唬他们, 就以为他掌握了他们的罪行, 至少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 他们不能容许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发生, 于是再次动了杀心。 竟然最后还要利用叶英的死再捞一笔。 不得不承认, 此刻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慌乱无措, 生怕自己救不了叶英。 忘! 忘! 我暴怒地吼出了声, 找死! 张奇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露出熟悉的凶光。 按照金毛元申的经验, 此刻他又要在我身上发泄暴力的情绪了。 果然, 他转身去找棍棒。 我毫不畏惧地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不是元申, 他一声忠心耿耿, 即便主人把他往死里打, 他, 都不会还手。 张奇握着一根唇钢打狗棒, 脸上显出兴奋残忍的神情。 他刚仰起手, 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飞扑过去, 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腕。 尖利的牙齿深陷进他的皮肉里。 他熬得一声痛呼, 打狗棒掉落在地。 嘴里有了心甜的味道, 激起了我体内的野性。 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脖梗处跳动的大动脉, 恨不得一口咬上去, 彻底解决了这个畜生。 反正我这狗生也不指望寿终正寝。 可是, 这么轻易地让他死了, 人们只知道他被一条恶狗咬死了, 却无法揭露他杀人的真相, 还平白地连累了善良的狗狗们。 我强行压下了嗜血的本能, 张奇捂着手腕, 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憎恨。 这里我不能待了, 否则会被他锁在屋里, 叫人来抓疯狗。 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趁他着急忙慌地去医院, 我跑了出去。 我寻着记忆找到了叶英所在的大学。 在校门口蹲了两天, 终于看到了叶英的身影。 他见到我非常惊喜, 雷子, 你怎么来了? 你想我了吗? 我把脑袋靠在他的手心里, 呜呜地叫着。 我缠着他不肯离开, 他无奈地说, 我已经从表姐家里搬出来了, 学校里不允许带狗进去。 我该把你放在哪里呢? 我围着他撒欢地转圈, 叶英咯咯笑, 好吧, 好吧, 我在公园里给你安个小窝, 每天出来给你送吃的, 好不好? 手机铃声响起, 叶英按了接听。 你已经到了? 好的, 我马上来。 我看着叶英进了一家咖啡馆, 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和一个中年女人一起出来。 那个中年女人眼睛红红的, 像是哭过。 叶英神情悲伤, 不, 应该是悲愤更准确一点。 他帮中年女人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迎上他, 他把手放在我的脑袋上, 宁神看了看我的眼睛, 说, 雷子, 你的眼神很奇特, 仿佛很忧郁的样子。 真的, 和姐夫很像。 最后那句话, 像是一语般。 姐夫, 太可怜了。 我试图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什么, 他却把注意力放在了手机上, 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江汉, 我想见见那位赵氏司机可以吗? 我书弟竖起来耳朵, 他为什么要见赵氏司机? 他发现了, 我的死并不是寻常的交通事故吗? 叶英很敏锐, 他是不是从张启对我手机的势在必得, 和孟云对我的冷漠中, 察觉到了什么? 江汉是谁? 警察吗? 可惜叶英不让我跟着, 他给我买了几个包子, 拍拍我的脑袋说, 你乖乖在这里等着, 不要乱跑。 我几口吃完了包子, 撒腿就朝别墅跑去。 刚到门口,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看到张启过来了。 我急忙躲在树后, 过了两分钟, 果然看到被孟云打发出来的保姆。 趁他开门之际, 我溜了进去。 你的手腕怎么受伤了? 是孟云的惊呼声, 被那只死狗咬了。 张启气急败坏地说, 等我抓到他, 把他杀了吃狗肉。 行了, 别说这个了, 不是让你给叶英买人参保险吗? 张启不耐烦地问, 顺便试探一下, 他到底知道什么? 他不愿意买。 我跟他说是, 帮助一个干保险的朋友, 完成销售任务。 他都一口回绝, 我有什么办法? 孟云白了张启一眼。 张启眼眸忧深, 那个信息肯定是叶英用赵雷的手机发给你的。 他肯定发现了什么, 至少他在怀疑什么。 我说, 我们近期内不能交往过密, 被人看到会产生不利于我们的联想。 你非不听。 你现在是埋怨我。 孟云挑眉瞪着张启, 要不是你挪用公款被赵雷发现, 我能冒险除掉他。 我就算正常和他离婚, 他也能给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 张启神情骤然一灵, 眸子里的狠力一闪而逝。 他忙堆起僵硬的笑, 抱住孟云哄道。 你看你, 这么敏感。 我怎么会埋怨你呢?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等这事彻底过去,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在一起了。 放心, 我保证比赵雷对你更好。 孟云哼了一声, 推动轮椅正开张启, 声音却缓和了下来。 我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再给叶音打电话。 他来了以后再想办法。 你先把保险单准备好。 我跑到那棵梧桐树后, 把不离嘴的手机点开。 找到前几天录的那个音频, 给孟云发了过去。 没人接, 可能是上课吧。 孟云雨声未落, 就听到叮咚的消息提示音。 阿孟云像是被烫到手一般, 手机滑落到地上, 照, 照照, 照雷, 又, 又又来了。 他像是大白天见了鬼似的, 身体颤抖, 向后紧贴在轮椅靠背上。 张启抓起手机看了一眼, 和孟云交换了一个恐惧的眼神。 别怕, 我和你一起看。 张启做了一个深呼吸, 肯定有人做怪, 我会把他抓出来的。 孟云在他的安抚下, 情绪稳定了一些。 两个人战战兢兢地互看了一眼, 孟云点开了音频。 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启不到三秒钟就意识到了, 不对, 伸手就想把手机从孟云手里抢过来。 孟云反应也不慢, 把手背到身后躲过了张启, 眼神灼灼地看着他。 张启还想继续抢, 孟云尖声大吼, 让我听完, 否则我就和你一刀两断。 张启被他这句话恐吓住了, 无可奈何地看着孟云。 音频继续播放, 孟云听着, 听着笑起来了, 哈哈哈哈的声音, 在空旷的客厅里, 显得突兀又惊心动魄。 张启, 你很能耐啊。 孟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原来你就是叶英的男朋友, 没想到我竟然从死鬼赵雷那里 听到了真相。 你和叶英都瞒着我。 不是, 云, 你听我说, 张启急得直跳脚, 我为了哄骗叶英交出手机, 才那么说的。 我, 我不听。 孟云歇斯底里地摇着头尖叫, 是啊, 我是个又老又丑的瘸子, 你怎么可能不要年轻貌美又健康的叶英 而选择我呢? 呵呵呵, 我真是个笨蛋。 傻瓜, 你从始至终就是为了钱, 为了钱才接近我, 对我花言巧语, 哄骗我害死了赵雷。 和我结婚, 就是为了得到赵雷的财产。 孟云涕泪横流, 发肆有些蓬乱, 有几缕搭拉下来挡住了眼睛, 说不定结了婚以后, 你就该算计着怎么让我死了。 这话一出, 他的眼神猝然惊住, 室内瞬息静静。 好半天, 他的眼珠才转动了, 一下, 聚焦在张启那张, 似是也受到了惊吓的脸上。 我看着张启的震惊脸, 不觉冷笑。 被骤然揭出, 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算计, 自己都被吓住了吧。 孟云如梦初醒般, 慌乱地划开手机搜索通讯录, 本能地想找人求救。 张启冲上去夺过手机, 脸上肌肉扭曲地变形。 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他还想继续哄骗。 可惜孟云经历了赵雷的事情, 一旦怀疑张启对他的心意, 就一点信任感都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只有恐惧和防备。 孟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 吓得张启一个机灵。 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 按了拒听。 很快, 那个号码又不屈不挠地打了过来, 张启恶狠狠地盯着孟云, 接听的时候, 要是敢说什么, 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他眼里的决绝和狠力, 吓住了孟云。 他呆愣愣地点了点头。 我是X市刑警局, 关于赵雷先生的案件还有一些疑问, 想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严肃冷然的语调从话筒里传出来, 孟云和张启的瞳孔同时一缩, 脸上迅速褪去了血色。 谁报的警? 你报警了? 张启黑沉沉的毛子盯着孟云。 刑警。 不是交通事故归交警管吗? 怎么会惊动刑警? 他明显慌了, 来回在地上踱步, 眉头拧成了麻绳。 不行, 我要赶紧离开这里。 张启突然意识到什么, 一把抓住孟云的肩膀。 你在警察面前什么都不要说, 多说多错, 你就只管哭就行, 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一残废, 出不了门, 什么也不知道, 很正常。 却不知残废两个字刺激到了孟云, 他的毛子疏地闪亮, 直视着张启说, 我是残废。 一无是处是吧? 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样子, 平时的深情和温柔都是装出来的骗我的, 是不是? 神经病? 张启恨恨地骂, 都什么时候了, 还叫真这个? 你给我记住了, 不许提我的名字。 你的意思是,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你什么事都没有事吧? 等我被抓起来了, 你好和叶音重新开始, 是吧? 孟云眼珠通红, 近乎疯狂。 啪的一声脆响, 张启狠狠甩了孟云一个耳光。 你疯了吗? 这些事以后再说。 警察叫来了, 孟云被打得愣正了一瞬, 开始嚎啕大哭。 你打我? 你这还没得逞呢? 就开始打我。 要是被你拿到了赵雷的钱, 肯定会杀了我的。 我真是瞎了眼, 竟然相信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张启被孟云骂得活气, 回怼道, 是你掀起了杀心。 你说赵雷死了,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还能得到赵雷的公司, 一辈子也花不, 玩的钱。 是你勾起了我心里的贪欲, 我才去收买那个司机的。 你敢说当初靠近我, 对我花言巧语, 不是为了赵雷的钱。 起初是想得到一份好工作, 然后又得寸进尺, 他那公司里的钱, 被赵雷发现了。 你不想坐牢, 也不想失去工作, 甚至想得到更多, 所以你才花言巧语地哄骗我。 当初你和我分手, 就是看我残废了, 什么被你妈逼迫, 都是骗人的鬼话。 是你自己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你看中了年轻漂亮的夜莺, 你追求我, 纯粹是眼蝉赵雷的钱。 我后悔啊, 后悔现在才认清你的真面目。 梦云边哭边数落, 声音越来越大, 近乎破音。 张启目露凶光, 音测测地警告说,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出卖了我, 你自己也会被抓进去。 你最好聪明点, 只要我们不被怀疑, 不被抓, 以后有的是时间来处理我们之间的事。 你脑袋清醒点。 说完他夹起包就想溜, 门铃骤然响起, 张启被吓得倒退了两步, 眼神惊恐地瞪着院门。 我暗自舒了口气, 警察来得很适时后, 我按断了录音键, 飞奔到门口去开门。 门口赫然站着夜莺和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 身后房门碰得被关紧, 我心里一惊, 张启要狗急跳墙。 警察使劲地拍门, 夜莺叫着, 表姐, 夹杂着我的汪汪声, 屋内却没有任何动静。 最后, 警察用了非常手段, 打开了房门。 里面空荡荡地, 梦云坐着的轮椅倒在地上, 楼梯上有拖拽的痕迹。 警察射击而上, 一路喊着, 梦女士, 你在吗? 请回话。 夜莺促起眉头疑惑地问我, 雷子, 除了你, 还有谁来了? 我叼着手机放在她手中, 用爪子点开了刚才的录音文件。 他们听完, 夜莺惊喜地抱了抱我, 雷子, 你真聪明。 顶楼传来砰的撞击声, 和梦云喊了一半的救命。 警察直接掏出了枪, 急步冲上去。 张启累着梦云的脖子, 站在顶楼边缘, 面对着上来的人喊着, 别过来。 过来, 我就把她扔下去。 顶楼边缘没有护栏围着。 你别激动, 警察试图稳住张启的情绪, 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的。 你是谁? 为什么要挟持梦女士? 有话慢慢说。 张启赤红着眼睛说, 你们不要听这个风云人胡说八道, 我和她什么关系也没有。 我就是来看我好哥们的遗说, 我什么事都没做, 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好, 你不要激动。 前面的警察收起了枪, 后面的警察却暗暗瞄准了张启。 叶音失望地看着判若两人的张启, 却不敢出声, 怕刺激到她。 梦云见来了这么多人, 更加奋力地挣扎。 张启手劲有点大, 她感到窒息, 用手拼命地挠张启的手臂, 甚至张大口咬了下去。 啊, 本来就受伤的手腕痛的张启咬咬咧嘴。 她恼羞成怒, 胳膊一抡, 把梦云甩了出去。 梦云划出一道抛物线, 坠落而下。 叶音发出一阵惊呼。 一声枪响, 张启被击倒在地, 警察冲上去把她抓住。 我和叶音狂奔下楼。 到了院子里, 梦云就像一个破麻袋似的倒在地上, 毫无声息。 虽然只有三层楼, 但层高3.3米, 摔下来的姿势不对, 也有死亡的风险。 好在梦云没有死, 只是摔坏了几株, 一辈子都要躺在床上了。 叶音去看她的时候, 她眼神空洞, 嘴唇煞白, 整个人没有一丝生气。 看到叶音进来, 她眼珠略微动了一下, 唇角颤抖。 我像影子似的跟在叶音身后。 梦云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看了很久。 看着看着, 她眸子里蒙上了一层水雾, 喉咙里发出低哑的声音, 赵雷。 表姐, 叶音眼神复杂地看, 这她, 张启已经被判刑了, 她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一, 她没有说出梦云被间外执行的话, 只问了一句, 你后悔吗? 梦云的泪水夺眶而出, 嘴里喃喃地不断地叫着, 赵雷。 赵雷? 我心里毫无波澜, 既没有觉得畅快, 更不会产生同情怜悯这类多余的情绪。 她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 就要承担选择的后果。 叶音那天见面的中年女人, 就是赵氏司机的妻子。 她对叶音的询问, 只说了句, 对不起, 就哭个不停, 让叶音更加笃定, 我的死亡肯定有猫腻。 她通过警局里的朋友, 见到了赵氏司机, 也没有问出什么。 但是赵氏司机神情躲躲闪闪的, 说的话也前后矛盾。 叶音请求警察重新调查, 警察查到了赵氏司机妻子账户上多了二百万, 才有了登门造访那一幕。 没想到梦云发疯, 张琪也被刺激地破了房。 再加上我的路易, 竟然意外地破了案。 我跟着叶音走出病房, 新的烦恼, 墨地袭上心头。 余下的狗生我该如何度过? 狗的生命有十几年, 然而我被张琪伤到了内脏, 终是不能恢复如初。 我想看着叶音结婚生子, 却在他大富翩翩的时候, 没有坚持到最后, 就在这时。 一串金色字幕在我眼前飘过, 看十分钟广告, 领取重生机会一次。 加看十分钟, 获得加急配送体验。 又是这读广告, 离我远点。 我不上当了。 然而, 身体和眼睛 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住了。 广告播放完毕。 我惊恐地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小胳膊小腿, 长长松了口气。 虽然丑得像只猴子, 但好歹是人类幼崽。 我放心地大哭起来。 宝宝不哭, 妈妈来了, 一道清甜温柔的声音响在耳畔。 我抬眼一看, 夜莺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嗓门格外嘹亮。